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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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博物馆中重新组装 完整地呈现当时的武装情景 这里的另一个展览重点 就是介绍公元前五千年至公元前四百年的 杜尔曼文明 还有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谷的贸易 还有各种文物, 包括图器、游票等等 不过旁边这个陈列品 为什么有点怪怪的? 原来古墓里面长成这样 他们发现了很多这样的骨头 由十岁的小宝宝 一只到四十五岁、五十岁都有 我刚刚看到上面全部的雕刻 都是在这里说一些神明的故事 但我没办法相信 这么精致的雕刻 然后在四千年前就有 四千年前 你现在叫我雕刻 我都雕不出来 这里其实重演了以前的街市山窝 但看来看去 跟现在其实是挺像的 这两个展厅 介绍传统的巴林市集的特色 展示了传统工匠的工作情况 还包括有关珍珠潜水的部分 另一边就是1932年 发现石油和现代化之前 巴林的习族和传统 展示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由童年、婚姻、时尚 到当地宗教和医疗习惯 以及巴林传统房屋结构 离开了博物馆 在旁边 有一个很适合拍照打卡的特色建筑 在国家博物馆旁边 其实是他们的国家博物馆 这个国家博物馆 其实是整个中东国家 里面第三大的剧院 它的建筑 其实是以1001月去发想的 现在其实就有很多人 都喜欢来这里拍照打卡 这个剧院在2012年11月开始营业 用了5000万美金建造 建筑物是在海里的 尼远看下去外观真的很特别 阳光透过像编绩品的屋顶 晒在地上 形成很漂亮的光影 加上建筑物本身 很大块的落地玻璃 会反射出整个海景 难怪就算没有演出 都会有人特意来这里拍照 长达过几月的旅程 终于来到尾声 最后一集 我们要继续参观巴林最特别的地方 巴林的陶瓷工艺历史悠久 阿里更加是陶艺製作中心 不过我刚刚才来到工厂 为何就被人叫他帮忙做事 而且制图用的陶土 竟然来自杜尔曼古墓菌 大家都知道中东出产石油 但油田大家没见过了吧 波斯湾地区的第一口油井 就是巴林 附近的这棵树不是普通的树 传说中 它是圣经中伊甸园的所在地 这棵生命树 就生长在串草不生的沙漠中央 在最后 我们要参加一场嘉年华会 来庆祝我们终于走完这次旅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